初九大型皇帝龙玉归天 伯丧二十七日 大型皇帝赵义 以内忧外患而崩逝 留下一诏 并迦南郡主监国 辅佐四君赵喜 夙议曹太后轰逝 上尊一约 圣列祠寿圣张皇太后 太祖皇太后加辉号约 赵圣祠寿康和仁宣洪敬 张庆太皇太后 韩皇后受封为孝慈太后 皇长子赵喜 即日登基改年号为圣贞 赵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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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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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的一份功劳 如今他父子二人正率大步 继续追击 也不知前方战况 是喜 是忧 太皇太后安心 金城传来捷报 郑国公已将永庆国彻底击退 好好好 这是哀家近日来得到的最好的消息 此次永庆国祸乱得以平息 该赏的赏该罚的罚 唯有一人还等待胜财 宣罪臣赵孝 宣罪臣赵孝 自知所犯大错 特来向陛下请罪 靖海侯赵宽私掉粮草 导致南民失守 军民死伤极其的惨重 为救其父擅离职守 又导致敌军深入 云林关失陷 按律例 当耻多靖海侯封号 将赵孝贬为庶人 流放边北 汪大人未免量刑过重 虽然善离职守视为大罪 但我穆安向来已孝治天下 靖海侯战前失策 陷入险境 但身为人子 他身负南民 助其父一臂之力 乃是人之常情 这一旦耻多封号 流放北边的消息传出去 不仅有损孝道 更会令南民的民心动摇 公主所言极是 但律法就是律法 不将死情 靖海侯栗战之死 以身殉国 实为壮烈之举 一旦被耻多封号 留下罪名 定会人心动荡 引起舆论 新帝登基 赵孝从南民请罪 为表朝廷宽忍 不如功过相抵 以此作罢 臣会为所犯之罪 受权责 靖海侯在世时 曾立下赫赫战功 如今战死沙场 以身殉国 你即便不为自己着想 也应该为自己的家族 为自己的父亲 留个体面 还请陛下明断 陛下 您胜财便是 林通王说得极是 王爷宽忍 下官贪服 靖海侯 以身殉国 封号可报 其子照相 闯下弥天大祸 若不加以惩治 恐日后难以服众 既然 迦南公主和林通王 为其求请 流放之行可免 皮肉之痛难逃 封杖三十 以朕国威 即可执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宫里的事情终于忙完了 宫里的事情终于忙完了 咱们终于可以一起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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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慢一点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还在生我气 咱们终于未来 咱们终于只能终于 要终于 然间终于 请乖 者 王